罗兰岗华人协会服务华人社区迈入25周年 罗兰岗华协今天召开记者会 介绍了将在9月份举办的25周年筹款晚会 以及化妆舞会活动的内容 1990年由罗兰岗居民及商家成立的 罗兰岗华人协会 以团结华人服务社区为宗旨 努力促进社区融洽发展 提高华人教育水准和生活品质 罗兰岗华人协会还与罗兰岗学区教育委员会 保持密切联络 反映华裔家长的意见和学生的需要 这个20多年来 我们有主要就是在帮助以你们 能够融入我们的美国的社会 那也借着我们华协来做一个沟通的桥梁 所以跟学区还有跟主流社会 还有跟当地我们的华人的社会 大家做一个沟通 那帮助他们能够尽快地 融入我们这边的社会 开始他们的新生活 罗兰岗华人协会还承办一年一度的罗兰岗社区 滑车大游行活动 而这一次25周年年会改变传统模式 将以化妆舞会的形式进行 今年非常特别 因为我们有一个化妆舞会的比赛 那我们想要把它每个比较年轻化 而且比较有趣 所以今年主要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 然后度过一个很好的一个晚上 罗兰岗华人协会25周年抽款晚会 及化妆舞会将于9月19日在工业市四季广场举办 洛城十八台晚间新闻记者 王宇晨 罗兰岗采访报道 王宇晨 罗兰岗